另外我们这一期的教学会讲到复乘overlay的应用 所以麻烦各位也来到另外一个提供复乘的档案 我们将这些overlay下载到本机电脑上 一样选择download 他就会询问您要下载到什么位置 网站连结我们会留在影片书名之中 如果各位观众有需要 可以前往点阅并且自行下载 由于PSP本身是一台掌上型的游戏机 所以各位观众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用电脑模拟的时候 他画面显得有点粗糙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将显示画面缩小 让他的解析度可以还原 首先呢我们要按F1 按倒退键回到上一层 选择设定 选择视讯 选择scanning 那scanning这边呢 整数化缩放量的这个选项 我们要将它打开 开启之后各位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模拟器的画面已经缩小了 接下来呢在下面的画面比例选项这边 您可以选择co-pervote这个呢就是指由核心所提供的这个参数 如果您要自己自定萤幕的宽跟高的话 请直接点选画面比例选项 我们按enter进入 选择下面 Constant 您就可以自定义您的画面的宽跟高 那这边呢我选择960跟544好了 我选择960跟544的宽高 那么如果您不晓得要调整哪一个数值 那么呢我建议您呢是按照co-pervote 就是呢由核心提供的这个宽跟高就可以了 那如果您有自己想要的项目的话呢 您再跟我一样选择自定 自定这个长跟高 接下来我们开启全萤幕模式 我们开启全萤幕模式 那一样要倒推键选择视讯 4Spring Mode 使用全萤幕模式将它开启 我们再回到游戏中 那么呢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我们目前调教过的 这个游戏的宽跟高 然后呢而且是全萤幕的游玩环境了 那么各位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游玩环境呢 旁边的黑框很碍眼 那么有没有办法呢 减少这个黑框 或者是将黑框覆盖掉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 覆程overlay 我们使用overlay 来将游戏画面外面盖一层挡板 在一开始我们还有下载一个overlay的压缩档 我们一样将它解压缩得到上面这个overlay的这个目录 我们将它打开 这里面呢 全部放的呢都是档板的档案 我们将这整个目录复制起来 我们回到上一层 进行复制 我们将它贴到Retal Arch的overlay里面 我们回到Retal Arch的目录 这边有个overlay的资料夹 我们将它打开 将这目录复制进来 复制完成之后 我们再回到Retal Arch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Retal Arch的这个选单页面 我们现在要选择一个档板 来将外面的黑框挡住 请各位选择快捷选单 选择荧幕附成 选择附成预设 选择附成预设之后 系统会帮我们导入到overlay的这个资料夹之中 那么请选择刚才我们贴过来的资料夹 选择掌机的部分 PSP 这边有个PSP的负成 我们把它选择起来 负成预设变成PSP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游戏画面 来看看效果是怎么样 好的 那么我们就成功的在外面贴了一个档板 那么现在各位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档板的画面 挡住了我们正常的游戏画面 所以接下来我们对档板进行一个缩放的组织 你也可以对萤幕的大小进行缩放 那么我这边我选择的是对档板的缩放 一样按F1 选择荧幕附成 这边有个负成缩放比例 比例的数字越大 中间萤幕显示的画框就会越大 负成缩放比例越小 那么中间萤幕显示的区域就会越小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负成的比例放大 先放个1.20看看好了 这开始好了 我知道这个频道的主题是小众 我也明白愿意花费精神去设定的人不多 但我仍努力记录在实测过程中的点滴 并转化成巨细迷遗的心得分享 如果觉得本频道的影片 对您怀旧游戏的旅途上有所帮助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协助本频道走得更远更久 而您的赞助也将使本频道在选题方向上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透过这个副成缩放呢 我们将我们的挡板跟画面 把两个互相重叠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减少外面黑框对您进行的干扰 而且呢 我们也对我们的游戏画面做了一个美化 在进行完了画面的调整 以及副成的缩放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将这整个游戏内容的设定 把它记录起来 记录呢 我们选择这一个override 这边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储存核心附写 储存核心附写的意思是 您这样子的画面调整比例 还有挡板缩放比例呢 套用到整个核心之中 换句话说 如果你选择储存核心附写的话 那么呢 日后你所有PPS STP模拟器 模拟出来的游戏 都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下面有个储存游戏附写 储存游戏附写就是指说 您的这些设定 都是指针对这单一的一个游戏 那么我们目前呢 之前的游戏是 太空战士7代的核心附写 那么呢 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储存游戏附写 那么就是 这个设定就只针对核心附写 不影响我其他PSP的游戏 那么这边呢 我们建议呢 各位呢 您直接储存核心附写 这样子呢 你其他游戏在套用的时候呢 你才不用每个游戏都设定 除非您的游戏呢 有特别的画面需求 那么针对这个特别的画面需求呢 您再选择下面的储存游戏附写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内容 各位赶快也来试试看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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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